我們很高興今天我們有遠徒從臺灣而來的朋友 我們一直已經久仰他的名字很久了 我也曾經說過他那些莫名其妙的問卷 所以很高興我們今天跟國華廳可以一起合作 邀請他來 他這個月會帶在香港 整個事業他也會帶在香港的國華廳 參與那個工藏藝術家的計畫 他在香港是準備要做一個藝術項目 即為尋找城市捏捕 有台北到香港 湯王正老師他是一個遠行的人 他把藝術當作一個終身的旅行 他也是一個黑羊 因為當大部分的衣服家都安於做一些比較被動的角色的時候 他卻主動擔任一個行動者 他直接介入到社會的不同的項目 比如說他在97年開始爭取台北酒場 作為花領域藝術演出成立 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華山藝文特區 然後在08年他做那個中職藝術的活動 然後今天他會跟我們說他從2009年開始的一個行動的項目 他主要是爭取在台北市成立 藝術創作者的職業工會 那今天他就會跟我們分享他的經驗 然後我相信你們每回都剛剛拿了一個文件 那我們待會可以多一點討論的時間 那要不要去看東西要幫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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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是保重一點工會 跟這個 對 台灣的情況 我邀請了他老師來的時候 其中一個方面 就是他很想知道是 他工會怎麼去 安排這個 這個經驗帶來香港 因為我跟一些藝術家的朋友看到這個需要 就是香港我需要一個藝術家的公會 為什麼 因為 在香港很多東西現在在這個變化 就有時候 之前呢 我自己有很多藝術家 就 很多藝術家都英文 這個 artist speed 不用artist speed 去唱 但是我發現裡面 就有很多變成藝術家的便宜的問題 其實是 現在也慢慢 藝術家 有一些專業的藝術家 大家 跟之前的習慣不同 還有就是 那工會 就是 原來工會的定義 其實就是 依一些控的 就是 有人選起來 對他那個 基本 對工會的定義 對 那 那 藝術家也有他的 在學會 像 他的 不一定是 capital 還有是 其他的問題 但是 連起來 爭取 鼓動的爭取 一些東西 有他的意義 還有就是 一個 一個 其他地方 叫做其他的地方 也有一個 考驗的問題 就是 如果我跟我 父母 說 我是藝術家 的話 他們能 不了解 什麼 是 如果我跟他 我是照相 照相 畫畫的 他會明白 但是如果說 我是藝術家 都不明白 我在 在出 泰國的時候 連這個 職業是 藝術家 也不明白 那工會有兩個方面的 依據我想 一個方面就是 一個 組織起來 一個 發生的 一個 全體的 力量的 一方面 還有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 一個 對這個 社會 一個 系統 對藝術家 身分的理解 一個 批判 所以 就是 這個 家庭 大長 謝謝大家 我 我希望 講 講慢一點點 因為我怕 我 對大家很抱歉 因為我不會講廣東話 我只能用國語來講 希望我講話 很快慢一點 速度 剛才其實 李聚光已經介紹了我 很多 有關於工會子的事情 他講了兩點 這兩點 其實 我平常也會跟大家分享 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如果是藝術家自己 習不習慣 有這個 責任感 就是說 自己要站出來 爭取自己的權益 因為沒有人會了解 藝術家是什麼 那如果你又不站起來 那誰知道你要什麼 他怎麼樣幫你 他怎麼樣幫你 所以都會是一個 非常自主性的一個組織 不要再被動 去主動的一個方式 好 那 工會呢 在整個成立的過程裡面 他也會去影響到 或者會去撞擊到 我們整個對這個 我們國家裡面 所謂工作 是什麼 因為工會嘛 擁有工作 然後還有什麼 工作是不是就是 是等於收入啊 那是不是你因為有收入 才去工夫啊 那沒有收入的事情 就不必去做 是嗎 那如果有人 你去做一個沒有收入的事情呢 他就是很笨 他沒有必要 在這個世界上存在吧 好 那這樣如果你如果在工會裡面呢 當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大眾 我們跟政府呢去打仗 讓他們改變很多的想法 然後才有可能 讓藝術家呢 被大家接受 他們是真的在這個社會裡面呢 很努力的去做他的創作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這一個改變的話 沒有這一個打仗的話 台北市的這個藝術創作者之地 或是不會出現的 那為什麼會講到遠足跟人呢 實際上呢 這是我的一個2010年4月開始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跟工會很有關係 等一下就會知道為什麼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出發去尋找藝術 死後呢 下落不明 我很著急 我想要找他 因為這是我生命中的好朋友 你們覺得會不會有人 因為尋找藝術而就下落不明 他真的會做這樣的一個尋找嗎 有人這麼笨嗎 但是不是如何 他真的去了 所以我要找他 那就開始了這樣一個訪問 這樣一個尋找 我就請大家來幫我找一個 去找藝術的好朋友 那他帶了一個信索出去 好 那先大家把剛才那件事情放在心裡面 我現在找我的一個好朋友 那這跟我們工會運動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先來找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羅外的一種運動 比如說發動什麼樣的一種社會上的運動 他們都會有一些方法 那我找到的這個例子是美國女性投票權的爭取 就是說原來女生是沒有投票權的 只有男生可以去投票 在美國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說女生不可以去投票 那他們怎麼辦呢? 他們做了一個方式就是說 他只有單一的目標 這個組織呢 他們成立的原因就是希望去讓 當時候沒有投票權的婦女呢 有投票權 所以他們沒有很複雜的其他目標 只有一個目標 然後之後他們做了什麼呢? 他們做了一些什麼事情呢? 他們在那個總統在報告的時候呢 他們去請護照去問總統說 請問總統先生呢? 還要等多久婦女才有選舉權? 也就是他們有這個組織呢 他們開始發動一些什麼事情 就是在總統講話的時候 他開始去給他怎樣?去示威是不是? 然後同時呢也去巡迴演講 到各個地方去演講 要所有的人呢 不要投票給反對婦女有權取權的這個政黨 也就是他們會在政府在行動的時候 他們去抗議 或者是他們開始自己有一種巡迴演講 還有一個是戰綱 他們在白宮的前面去戰綱 就有很多的方法 他們在戰綱的時候 引用的是一些總統的話 所以他們沒有怎麼樣 沒有隨便的言論 他們是引用了總統的話 所以他們就在那邊每天戰綱 也就是說 你一個社會運動開始的時候呢? 通常都會有一些方法來做 對不起 就會有一些方法來左右跟右邊的方法 然後呢在戰爭的時候呢 在那個時候發生一個戰爭 可是他們沒有停止他們的運動 他們就是因為沒有停止 所以被抓起來 這些運動的人被抓到監獄裡面去了 那抓到監獄裡面他們說呢 他們本來警察說你交了這個錢就可以出去 他們說不 我們不要交了錢就出去 因為我們是被你們作害的 我們是政治犯 我們沒有做錯事情 是你們因為政治的理由把我們關起來的 所以他們在這個監獄裡面就絕食 這些事情都是社會運動裡面常常看到的 然後他們說的是說 要在被 要在迫害你的人的門口絕食 就知道正義得以伸張 看得懂嗎 可以 也就是他們絕食是因為他們去說 愛爾蘭有個傳統 因為美國最早期是愛爾蘭英國移民過去的 所以他們說那個傳統是說要在 迫害你的那個人面前去伸張你的正義 他們要有一個非常主動的精神 不是等人要來幫你去過去 然後之後呢 他們去強迫所有的人進行投票 結果婦女的選舉權就這樣怎樣拿到了 那其實社會運動裡面呢 他就是會有很多的方式來行進他 那我們呢 我剛剛講的社會運動裡面有一些模式 有一些方法 那我們公會運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座談 要跟大家聊一聊 談一談說到底公會是一個 是怎麼樣會需要公會 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需要公會 或者是當初根本還沒有公會的想法 那所以第一個運動的模式呢 我們通常就會請大家來談談 我想香港有很多的朋友也是這樣子開始的 對不對 那談了什麼問題呢 可以看一下 這是2009年4月談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那個時候有一個金融風暴 所以藝術家們就在想說 那金融風暴每個人都活不下去 藝術家在這個狀況下很會活下去 要怎麼樣活下去 那接著還有兩場 我們就開始延伸這個問題了 也就是說好 如果我們臺灣的藝術家呢 在這種金融風暴底下很有一個生存的危險 那其他的國家呢 其他國家的藝術工作者他們的狀況是怎樣 德國的、法國還有臺灣的 我們就去比較一下 比較一下說當別的國家他們的藝術創作者 他們是什麼樣的一個社會位置 然後當時也是現在很多政府 或者很多的政府都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往往就會放很多錢 在這個文化創意產業裡面 那我們就去想看 這個放進來了這麼多的資源 這麼多的錢 有沒有用在臺灣的藝術創作者或藝術家人身上 如果沒有的話 那這個文化創意產業的前面這個文化是什麼 所以他那個從一個小的這個生存的這個問題下 開始往外面拉的時候 我們找到了很多的位置去看 另外就是藝術家有沒有一個所謂的平台 因為你一定也看到香港的藝術家在討論 那藝術家之間有沒有一個所謂的資源上 可以分享的平台呢? 我們臺灣的平台有沒有什麼樣的聯絡呢? 然後最後一個也是大家很有趣的問題就是 藝術家是不是也是一個公民? 那他怎麼樣跟所謂的政府的體制呢? 進行一個相互的關係 我不曉得香港 因為在臺灣我們基本上是人命可以選舉總統的 所以西北市一個民主的國家 所以民主國家裡頭的公民呢 負擔有一個任務就是要監督政府對不對? 我們是主人嘛 政府是我們的俘人 那主人不做不看看仆人要做什麼嗎? 還是說我們都不用在那裡睡覺 仆人隨便做?不可以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想到說藝術家是不是一個公民? 那藝術家怎麼樣去跟一個大的這個民主的結構裡面呢? 形成一個關係 因為他基本上應該還是一個公民嗎? 所以第一個我們的模式呢?就是請大家來談 可是討論的問題呢?越來越怎麼樣? 越深入? 越來越從藝術家此次創作的這個角色呢? 開始去想更多的那個角色關係 是吧? 我常常忘記了這件事 所以接下來我們在6月25號就開始發出了一個 創作者職業工會的一個邀請 我們說我們要籌組 我們要有一個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 那你們要不要來參加呢? 所以我們就發了全部我們所知道的藝術家的 在台灣藝術家的名單全部就發出去了 讓他們做一個邀請 邀請哪一種人來呢? 凡事從事創作的 每年有一次專業的發表的 表演藝術的 視覺藝術的 然後文學的 電影的 建築的 策展評論的 原創服裝的跟設計 原創的服裝跟原創的設計不太一樣 這些創作者要加入了 那加入我們做什麼? 這個藝術創作的職業工會到底要幹嘛呢? 他說希望是在一個工會的組織裡面 讓這個創作者先有一個工作上面的仿仗 然後在我們入會的條件 也就是每年有一次專業發表這樣一個條件下面 互相的鼓勵大家在創作上面有一個很怎樣? 有一個發表上面的一個競爭力 然後不會希望變成一個監督的單位 監督我們整個國家的文化政策 還有創作者應該有的一個基本的環境 跟他的一個權益資源這樣的一個群體 我們在6月25號發出了這樣一個邀請 有沒有人來呢? 當然有人加入了 那於是呢 我們開始呢 是要除了藝術家們被邀請來 知道有些要重組的一個過程以外呢 我們呢也要跟政府開始打交道 那政府打交道呢 如果你要成立工會 你要先讓政府呢答應或者是說認同或者是認可 認可這個是他知道你是一個工作 你是一個職業 也就是說現在沒有這個職業 我們就要求政府你趕快要增一個職業 這個職業呢應該就是藝術創作這樣的職業 因為沒有所以你要趕快增加一個 我們就要跟他上文去這個 要他增加一個藝術創作這樣的職業項目 可是呢我打電話去的時候 那個承辦的人說什麼是藝術創作啊 沒有聽過 如果你們用藝術創作這樣的這個名字過來的話 一定會被拒絕的 所以你們沒有辦法只好用 有沒有看到就是導演 因為我在那個講話的時候一直跟他講 他說什麼是藝術創作 我講了一個半小時 他說那我說就像李安導演嗎 李安呢就是把他的共享有沒有 然後呢就是傳遞出來 然後要教要寫劇本出來 要教這個演員演出來 然後要把他這個電影的概念組合出來 最後怎樣這個電影創作出來 這個李安聽過吧 他說哦導演導演 所以我們最後很勉強的用這個辦法送出去 這是我們第一次要求去新增這個職業類項目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有一個概念 是我們的國家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藝術創作 好 那送出去啦 等著我們開始開一個會議 你看這個會議很可怕對不對 6月3號 7月這是我們自己在開的 就是說我們讓更多的藝術家 因為我們已經邀請大家了 希望大家來參與我們的這個 藝術創作的職業公會 然後呢發出去了以後有人有回應 然後呢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會不會很擔心是什麼樣的事情 是很多很多的討論 我們自己的討論 6月13號 7月11號 7月25號 8月15號 8月29號 8月30號 8月29號 然後到12月4號到隔年 我們還繼續有總共有10次的 不斷的跟藝術家進行很多問題的討論 我們稱為前次會議 就是還不是籌備會 可是已經前次了 然後呢我們討不只是在開會 同時我們還要像大眾人一樣去發出聲音來 所以這叫做連署 連署就是除了參加的藝術家 被我們邀請的藝術家之外 還有沒有藝術家別人我們所不知道的 或者是大眾人怎麼樣來進行連署的動作 還有就是連署的連結還有影片 那影片我們要拍得很簡單 如果我是藝術家 那你不是藝術家的話 那我就要求他講一句話 如果我是藝術家的話 我就說為什麼我們沒有職業保險 那如果你不是你就幫我問 為什麼你們沒有職業保險 什麼叫職業保險 就是因為你有這個職業 而有的什麼工作上面應該有的保障 那這個很簡單舉一個例子 就是比如說我是工人 我在上油漆 我是油漆工 我在做油漆的這個時候摔下來了 那是我在工作的時候受傷 這叫做職業災害 或是職業的這個受傷 不是在別的時間 是我在工作的時候 這個叫職災 那這個職災就是所謂的職業保險裡面的一個項目 那當然還有退休金 因為你工作之後 你不工作的時候是不是要有退休金 就是這樣子 這都是處於職業保險 那職業保險的原因是因為你在工作 你才會有工作上面應該有的一定保險 所以連署之外軟片 我問連署非常奇蹟 一開始上線以後 一下子就有勁來了 我又來了 我們說早就應該做了 欸 我要加入什麼的 所以連署的狀況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那你給大家review一下 那這個是之後呢 我們想說連署跟拍影片還不夠 我們現在要上街了 上街去遊行 上街去遊行 所以我們在10月31號的時候呢 開始讓大家上街去 上街的是義父家很不會做的事情 尤其是對自己的事情 對別人可能還會一點 那我們上街找兩個單位 第一個單位是我們的文件會 也就是你們的文化發展局 因為他是管文化的嘛 當然我們要去 還有一個是行政院 那剛才我們向哪個單位去 要求我們的新增職業是勞保 勞委會 勞委會 也就是屬於勞工的單位 文件會 勞工的單位 就是說我們在這件事情裡面 不只是去向政府的部門的 一個管文化的部門要有聯繫 同時也要向哪樣另外一個部門產生關係 這就是我們在文件會 這他認的這個人啊 這是陳建仁 他那時候剛剛拿到我們台灣的國家文藝獎 是一個很重要的獎 是國家頒回來的獎 認同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藝術家 可是他跟我一樣我們都怎樣 收到了你是無業這樣的一個保險的工資 因為你無業所以你要做這個保險這樣的工資 他跟我一樣 所以他拿了這個陳建仁書 那這個就是我們連署出來的所有的這個名單 所以我們扛了雖然人沒有五六百個 但是我們扛了一大堆五六百個人的理解去 那這個是文件會的大門 他也沒有打開的 他沒有打開 所以我們跟文件會在要求的時候 文件會是不是不理我們 但如果你像你的文化發展局要求 他不理你是不是要擴張一下 去找一下政府裡面還沒有其他人要理你 是吧 對吧 除了我們自己去所謂的這個抗爭以外呢 我們還必須要承勤 串聯其他的工會 這跟我在講的是運動的模式 也就是說我們通常做運動會 會有這樣的一個自由的情況 那承勤的時候呢 我們向的是誰呢 向了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一位立法委員叫鄭立文 他是專門管所謂的勞工的權益 你當然不要去找別人 然後專門找人 那剛才大家聽到的是 我上了一個非常有名的這個節目 叫《飛臉午餐》 然後訪問我的人呢 就是工會的一個前輩 他推動工會時間非常的長 所以我跟他連結上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藝術中的這些工會 還是還沒有出現嘛 可是已經有其他工會做了很長的運動了 所以我們跟他們也串聯在一起 這樣子才能夠理應外 我們外面在抗爭的時候呢 裡面的立法連開始跟政府一樣施加壓力 對不對 外面有聲音 裡面也有聲音 然後之後我們在11月26號 由這個政治委員安排下 跟勞委會的主委見到面 他當然我們這個文藝衛他不理我 所以我還是跟這個勞委會的主委見到面 那這個談判很重要 原來第一次我送出一個文 什麼藝術類導演 對不對 他說沒聽過 退回來 所以我就說那我們真的有困難 因為他們在見面以後呢 我得到一個機會 這個真的是我們參加其他工會的運動 我們人在哪裡 在這裡 我們做了一個這個很可愛的女兒 所以大家都看到這個文藝術 好 這裡是創作主公會要保障 跟了所有其他工會的團體一起怎樣 結合在一起 在香港的這個藝術家 常常有很多機會去幫助別人的運動 可是很少有機會讓別人來幫助的 藝術的運動 可是我們跟他一起結合 那在2009年底 大概如果大家記得是2009年的4月 我們開始做談一系列的串聯到下面 我們到那一年年底12月09號 我們最後第二次再去跟政府申請 新增一個職業 這個職業我們正正事實 就用了藝術創作去叫一個名稱 就是經過了這幾個月的努力之後 政府要怎樣 要來了解 什麼是藝術創作呢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職業 所以算是有一個小小的進步 可是東區宋主持人在那邊等的工文的回覆 這個時候我發現這整個的工會的問題裡面 有一個核心 這個核心在於藝術家怎麼樣去認為 藝術創作到底是一個怎麼一回事 對他來講 在他的生命中扮演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那這個事情非常的內在 比如說很內裡的一個問題 這個內裡的問題呢 沒有人可以幫你解決 只有藝術家必須自己去問 藝術家 這裡有沒有藝術家 你也有 你們怎麼看待你們的這個藝術創作呢 是蛋糕上面的草莓呢 還是說 No 那是我怎樣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於是大家看到遠距的人又出現了 我就第一次用我的藝術創品 介入一個真正的社會運動裡面 要講的是一個奇怪的事情 大家還記得嗎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說他要去尋找藝術 此後下落後面 他帶著一份問卷出去 所以問卷變成我找這個好朋友的一個現實 那這個好朋友呢 當然也就是他找的嘛 所以他叫演藝術問卷 於是從四月開始 我就在我能找到的這個藝術空間裡頭呢 爭取到的藝術空間裡 開始出現這個邪詢小師 我要他們問什麼 就是八月至五月 他在各種不同的中間裡有出現 那在遠期的裡面面對的問題就是 藝術創作者身分的一種特殊性 譬如創作者有沒有一個身分的特殊問題呢 這個問題呢 有人會跟你講 你跟他講說你是藝術家或者藝術創作者 他會說 藝術創作者最好去找一個補口的工作來做啊 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跟他講我是藝術創作者 他說你最好去找一個補口的工作來做 也就是說藝術創作是沒有辦法補口 補口就是吃飽在一起 是沒有辦法補口的嗎 所以就不必去做了 那可以補口的才是一個工作 所以藝術創作它不是一個工作 還是說藝術創作它只 不是工作只娛樂啊 可有可有 為什麼當你跟人家講說我是藝術家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說 哎呀什麼藝術家你去找一個補口的工作 正正你去找個工作做嘛 甚至我們跟父母親講 因為剛剛也去封講 你跟父母親講說你要找藝術家 他就說你不要再補口了 你去找個工作好好的做 怎麼聽到有人無所事事 像有不如啊 你去找一個正當正正當當的工作來做 也就是說藝術創作它不是一個工作 你知道還有一些藝術家說 藝術創作啊是我的事業 所以它怎麼會是一個工作呢 它是我的事業 我要花一生的力氣去做 所以它不是一個工作 這樣有道理嗎 你要花你的心血、花你的材質、花你的時間 去做的那個事情呢不是工作啊 去置業是醫生口中的水腸涼高 所以工作是這樣嗎 這都是藝術家要去面對的問題 也是藝術家常常出現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呢 他們說啊藝術家是別人公典你的啊 所以說藝術工作者比較先全 那你問醫生他說我是Dugger 他為什麼不說他是醫事工作權呢 那這個醫生跟醫事工作者 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一樣的呢 誰可以幫你開刀 醫事工作者可以幫你開刀嗎 還是醫生可以幫你開刀 那為什麼醫生可以幫你開刀 醫事工作者幫你做另外一個事情 他們中間的區別是什麼 所以你說藝術家跟藝術工作者有沒有不同 那不論你是藝術家 或者說的說比較謙虛 我要做藝術工作者 最重要的是 到底有沒有出現的呢 有沒有藝術家 有沒有成是藝術創作的工作 有還是沒有啊 所以呢 我們跟朋友去找藝術是很有道理哦 對不對 什麼是藝術創作啊 有人說藝術創作是有他自己的本體的 我們藝術創作是為藝術來服務的 有些人說不是 藝術創作不重要 藝術創作就是來幫襯的 來服務別人的 藝術不重要 藝術就是要讓你量 來幫助社區的 來幫助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教人家做這什麼什麼的事情的 這個 他自己本身不可能去服務啊 他只是附庸 要服務別人的 協助別人的 到底藝術創作是什麼 他在乎的是藝術這件事情嗎 還是他在乎的是說我要去怎麼樣 藝術只是一個服務項目 我要服務別人的藝術出來做一個附庸的 那接下來就是藝術創作者在做什麼 做什麼 你們在做什麼 有些人說你們就無所事事啊 在幹嘛 整天早上就去就看什麼什麼 到底你要問你自己啊 你有沒有一個所謂創作的狀態 那人家工作的人是早上五點鐘 什麼到晚上九 早上九點鐘到晚上五點鐘 那你呢 你有沒有一個所謂的創作的狀態 我沒有說工作的狀態 我說創作的狀態有沒有 你如果沒有辦法說跟一般人說出來 你在做什麼的時候 那如果你倒過來問你有沒有一個 所謂創作的時候的一種情況呢 什麼樣的情況中你在做創作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最後就是我不是見識我剛剛問的問題 如果真的有藝術創作者嗎 有藝術家嗎 如果沒有藝術創作者 或者沒有藝術家 或者有藝術創作者 有藝術家 他為什麼會做 他不一定會有銀行 也會被人家嘻笑說 你在那邊搖魂一樣 人家你說你是藝術家 他還說你不要再這樣子 你要真正的面對你的生命 好好去找一個工作 那你還要做嗎 你為什麼創作 真的有這樣的單子的人嗎 就這樣你們會問說 你的朋友真的會因為尋找藝術而出 而下落不明嗎 你真的有這樣的人嗎 尋找藝術是一個旅行的理由嗎 是一個出走的理由嗎 怎麼會有這麼笨的人呢 那如果是真的有藝術創作者 有藝術家 他被大家認為是塗業無所事事 你可以接受嗎 你做一個藝術家你可以接受嗎 那我這個朋友出去的時候 我說他走丟了 他帶著這個問卷出去 那麼這個問卷呢 除了問藝術家自己呢 當然就是問個大眾了 因為我希望大家來幫我找他嘛 他帶這個問卷還蠻學習的耶 第一個就是說 他問大家說我是藝術家 除了藝術家問自己以外 大眾恐怕也要問藝術家吧 大眾怎麼問藝術家呢 因為你說你是藝術家 或者人家說你是藝術家 你那個藝術家有沒有什麼特質啊 有沒有什麼條件啊 為什麼你是藝術家到我不是藝術家呢 有很多人說 因為藝術家有想像力 那這個答案 因為經過四個月的這個協群嘛 至少接觸過六百個人的校 問過這些相片的問題 所以我當然會拿到一些他們問這些問題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所以有些人說 因為藝術家那是有想像力的 我不一定有想像力 所以我不是藝術家 那藝術家要很堅持 他要持續力很好 那我好像沒有這個持續力 所以我不是藝術家 他有些人想說 喔 藝術家要發表作品 我要看到他的作品在裡面展覽 那我沒有發表過作品啊 我沒有展覽過啊 所以我不是藝術家 所以好像作為一個藝術家是有什麼 好像有一個有一個範圍的 有一個條件 有一個有一個前提在那邊 才能幫藝術家 那這個是第一問題 跟第二問題 以及一個任何項目 那我不是藝術家為什麼 我是第一個大的項目 就是在問大家 你如果是藝術家 到底有沒有什麼跟人家不一樣的 他有什麼條件 他有沒有什麼特殊的不幫忙 那第二個會大的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人人都是藝術家 那這個問題跟上面的問題是相對的 比如說如果你覺得藝術家是有想像力的 所以我們有想像力 所以我不是藝術家 可是很奇怪的 問到第二問題的時候 他們又說 每個人都是藝術家呀 咦? 剛才說當藝術家是有一個條件 這邊是沒有了 每個人都是 那我就很恭喜那個台灣 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 所以我們的藝術家總共兩千三百萬呢 怎樣 你說吧 所以當問他說 是不是人人都是藝術家 每個人都很想要當什麼? 藝術家 可是當藝術家 明明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的確有不同的條件 那這個好奇怪 是吧?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子 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藝術家 但不是人人都是藝術家 再來一次 人人都有可能成為藝術家 但不是人人都是藝術家 然後最後兩個問題呢 跟這個工會有關係 我就問是藝術家是不是一個工作 那藝術家有沒有在工作? 有人說藝術家不是一個工作啦 因為他不會在工作 所以他不是一個工作人員 大分的比較厲害 還有這個是藝術家是不是在工作? 然後有啊 藝術家晶晶夜夜在工作 每天都在工作 從頭到晚在工作 一年到頭都在工作 有些人說不是啊 我看藝術家都沒有在工作 然後那天走來過去 然後幹什麼? 所以從這個作品裡面呢 我開始呢 覺得工會的問題 工會要成功的關鍵 不在於一個形式 簽什麼paper 完了就是所謂的藝術家故事 就在於我們怎麼看待藝術家 大眾怎麼看待藝術家 藝術家自己怎麼看待藝術家自己 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個藝術的問題 因為他現在告訴你一個人 怎麼樣去對自己進行認識 形成一個自己的身分 跟自己的生命意義 你為什麼要活得怎樣? 你為什麼生出來 莫名其妙就走到死亡 中間的過程你們就 你們又要幹嘛呀? 這是一個無意義的生命嗎? 那做藝術創作這件事情 跟你的生命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你在 非要在這個生命的隸層裡面 去做藝術創作 才能夠完成你這個行 完成你這一生命 這也是我最初 接觸到藝術的第一個創作 如果我不做藝術創作會怎樣? 如果我要做藝術創作我會怎樣? 為什麼我要做藝術創作? 成品中如果沒有藝術創作 你會失去什麼? 所以藝術家的確滿特殊的對不對? 但剛才看到藝術家的確有很多 特殊的問題必須解決 解決了這些問題以後 才有可能所謂的藝術創作有職業工會 沒有藝術創作沒有藝術家 他的職業工會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 所以第一個問題必須解決 那這裡面在我們不斷 一直不斷跟大眾也對自己對話的時候 我們出現了這個東西 叫做我們定義一個名詞的時候 我們會呢 因我們在定義這件事情 這個名詞的時候 我們會把會顯現出來 我們怎麼樣去看待一個事情 譬如說我剛剛講 有些人說藝術創作是置業 所以他不是工作 那麼這個藝術創作者是不是認為 置業是比較高的 工作真的比較低嗎? 工作真的比較低嗎? 置業真的比較高嗎? 所以當有藝術家跟我講說 藝術創作是一個置業 所以不是一個工作 這裡面有沒有矛盾? 他是認為工作比較低嗎? 那如果我們採取工作原來的意思 什麼叫做工作呢? 那個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一直跟我講說 我們現在都忘記了什麼叫工作 我們最早的時候 不會因為什麼人有沒有income 我們開始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不是純粹喜歡嗎? 譬如說我是喜歡做木工的 我就坐了椅子 我不曉得我坐在椅子到賣不賣 可是我就喜歡坐 我就一直坐、一直坐、一直坐 然後我把我的時間跟這個生命 服務在裡面的時候 覺得非常的怎麼樣快樂 所以我就一直做木工下去了 這才是工作原來的意思 什麼時候工作等於income? 什麼時候工作等於收入? 大家有沒有想過? 原來我們就只是想要去做 我們就去做 我們喜愛的事情 我們去從事 它就變成我們的工作了 什麼時候工作突然又等於什麼? 你的收入這是因為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它要一個人不斷的去工作 這樣子才能累積出來什麼? 錢、收入吧 有了錢以後開始去進行什麼? shopping的動作 這樣子滾的時候 才會變成所謂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是有這個所謂的消費的一種循環 沒有這個消費沒有錢的時候 資本主義就倒台了 那麼如果把工作想成是收入的話 工作等於是收入 工作什麼都不是 就等於直接等於收入 此外沒有任何其他意義的時候 這個是資本主義出現的一個價值觀 不是它原來的意思 所以我們在想工作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只能用資本主義的想法 或者只能用我們政府的想法 我們政府跟我有個對話 他說藝術創作是什麼工作? 我說我會解釋跟你說 然後他說那你們有沒有收入? 我說不一定有收入 他說那沒有收入就沒有在什麼? 所以我們在這個運動裡面呢 不斷的去挑戰工作是什麼? 那藝術家在做他的創作的時候 他的那個所謂的創作狀態裡面 跟我們工作原來的意義也沒有關係 是不是他就是一個 真的是工作由來那個有趣的地方 而不是資本主義之後所帶出來的 所謂的工作做本書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去重新想一想工作到底是什麼? 不一定要採用資本主義的這個 這個對工作的這麼一個 所謂價值上面的一個解釋 那還有一個職業 因為我們叫職業工作 那職業呢是不是 怎麼叫我職業? 因為我這裡寫高跟職 高跟職以前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高跟職是一個畫家 原來在畫家之前 他是一個證券商人 他什麼時候畫畫? 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大家都說 你是星期天畫家 大家都知道星期天畫家 你星期天才畫畫 他後來有一件說不要 我要把我的職業從證券商人找到 我真正想要畫畫 畫畫就是我的職業內容 就是我的所有這個生命時間從事 於是他就不去證券做證券的事情 他開始怎樣專心的做他的畫家的工作 做他的藝術創作 的規劃上的創作 那也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後人去看 從這個轉變之後 他在社會上面是淒淋慈散的 因為他在有興趣的 你放了一個好好的工作不做 這個正確的方式不做創作 就帶小孩子不太大的 那於是他就開始放逐 放逐之後 從法國的庫列塔移到大世界 我們從後面去檢視他的時候 這一段時間開始了以後 他才出現他的所謂 他會成為一個畫家 一個重要的轉變 也就是他的畫畫在那段時間之後 絕次要當藝術家之後 才開始慢慢地有他所謂在繪畫上面 藝術上面的目線 所以應該有所謂的詞叫做什麼 職業吧 應該有個詞叫做業餘吧 有沒有 還是說沒有 一樣的 如果這個藝術創作是你的職業 跟藝術創作是業餘的 沒事玩不玩玩票一樣 有沒有可能 還是說包根你真的醜 他職業 那有些人講說你說職業呢? 可是有些非業餘的人 他們可能還高於你呢? 那當然也有這樣的狀況 不過是一個很例外 因為如果你全力去做一件事情 還做的這個成果呢? 沒有一個隨隨便便兩三天做一下 這樣業餘的東西還要好的話 那你對得起怎樣?對不對? 再說一次喔 如果你用你所有的事情去做 就是你的職業 如果你做的還沒有業餘的好的話 那你對不起你自己 也沒有辦法擔得起所謂的藝術家 或是藝術創作是你的職業 這樣的一個自我呢?挑戰 是吧? 可是我們在說職業的時候 並沒有去否定 因為有些業餘的人 說不定他們會高於職業 不是並沒有否定 只是在跟大家講說 這是我的工作 我正在沾心做這件事 這是我的職業 我不是玩票的 我不是可有可無的而已 是吧? 那還有一個是 藝術創作者是不是應該用一種方法 就覺得說我要離開社會 我要遠離社會 我看到脫離以後 我才可以變成一個藝術家 有些人說到藝術藝術就是不要 跟世界人聊在一起的 我在外面有好好的說 儀式獨立這樣才是一個藝術家 你不然覺得混的都不是藝術家 我們儀式獨立跟世界上都沒有關係 所以這樣才是藝術家 是嗎? 沒有很好 然後在這些名詞 我們在說我們藝術創作者 到底是不是一個所謂的工作 我們藝術創作是不是一個職業 以及我們是不是要跟你們都不一樣 這樣才叫藝術家 這些我們在說這些名詞的時候 都有很強烈的原來對這個名詞的一些想法 那這些想法就是在這個運動裡面 我們要去挑戰他 我們要去挑戰他 重新去界定這個名詞 所以有一個朋友講 叫做非典型職業 意思就是說 副藝術家他是一個職業 但是他並不像一般的職業的樣子 你可以去計算他工作的時間 早上9點上班 晚上5點下班 他今天打了20通電話 可是他是專業的工作 職業對我來講不是專業的工作 可是他是不是典型的 可是我們一般所知道的 所以我們當我們在進行這些 因為藝術創作的職業活潰在衝撞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不斷地去挑戰所謂的創造性 一個國家的制度 或是一個社會對這個藝術家的以前的看法 可不可能在這個初創裡面去打破 有沒有可能 這就是一種破當中的創新 這裡面的確挑戰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創新 創新的創作的這個能力 所以這裡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那遠心的人到第二個階段裡面呢 我們就開始進行一個論辯的動作 這個論辯的動作呢 是我把那個我所收到的 對剛才那個四個問題的這個答案呢 通通把他寫出來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 你說你是藝術家 我說我不是藝術家 他說他是人人都是藝術家 他說他不是人人都是藝術家 他說他是工作 我說這不是一個工作 他說藝術家有在工作 他說藝術家沒有在工作 就這樣進行所謂的分辨 讓這個跟大眾的關係 對這個體質 對這個很根本的問題呢 他做一個交他的回道 讓更多人來討論這個相互之間的關係 好 那我現在導問一下 也就是剛才大家手上的那個問題 我導問一下 我說香港的藝術家怎麼樣進行他們的創作 在台灣的藝術家呢 我是藝術家 在台灣的藝術家呢 他怎麼樣實現他的創作 我們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會向政府去申請什麼 國藝會去申請我們展覽的補助 或者是說每個那麼多的藝術節 他們會有徹展人來邀請我們去參加這些藝術集 或者是說政府現在有一個什麼藝術進入社區 這樣一個活動 那你要不要去怎樣 去標這個案 你就是去 因為政府不會做 他就說誰會做這個啊 好 那我們就去標案 或者是說有商人來嘛 或者是商人給你什麼 support 然後你去做給你錢給你 donate 你去做什麼東西 那我要問的很有趣的問題在這麼早 一、二、三、四 就有好幾個跟政府有關 還有跟商業有關 除了跟政府跟商業有關以外呢 我們藝術家還能怎麼做作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非常獨立 在做我自己創作的藝術家 可是我每一年都有新的計畫出來 大概將近20年我在台灣沒有間斷過 那我怎麼做呢 也就是說如果在政府跟商業通貨以外 我們還要現在做創作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能活得下去 還是說別想啊 你除了政府以外 除了商業以外 都不要再做作品了 這就是在工會裡面為什麼我們要用爭取 用自己的專業工作的身分 來做我們的一個創作的實現 在這個創作裡頭呢 我們是藝術家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工會來取得 我們應該有的一個工作的條件 而不是去靠政府 也不一定要去couch 商人 我們靠的是我們自己這個工作的身分 我是藝術家這樣的一個工作的身分 那這裡的不同在哪裡 是不是讓藝術創作裡頭 有更多的獨立的心、獨立性 更多的可能性去做他的作品 如果我的作品不被商人喜歡 我還是可以做 如果我的作品不被政府侵犯 不被策載人喜歡 我還是可以做 那我每次都想說這個叫做多元性 也可以說是藝術的一個獨立創作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跟你們有關係 一個國家的觀眾 如果可以同時聽到或者是知道 或者是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藝術作品 這個就很像收聽那個收音機 你的頻道或者是看電視的頻道一樣 你喜不喜歡除了商業、除了政府 完全沒有 你想要收聽更多更多的頻道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注意到 藝術家怎麼樣在政府跟商人之外呢 還有更多元的通路 那這個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 就是在提供一個可能性 讓藝術家用自己的專業身分 來取得他自己的工作上面的條件 創作上面的實現 所以我現在問的 藝術家可不可能脫離社會 來實踐他們藝術創作的作品呢 好像已經沒有可能了 有沒有在座有任何要做藝術創作的人 他說我什麼都不用靠 我就可以繼續創作下去 都沒有 其實上我們以為我們脫離了社會 其實我們在社會 而且很強烈的在這些狀況上 政府可能有一個想法 要跟你一塊地 讓你去經營 讓你去裡面做studio 然後政府呢 他又不高興了又收走 那政府突然現在進來想要推動公共藝術 他又給了很多的錢給公共藝術 那大家你們家突然一下子 全部變成公共藝術家 從來不做公共藝術 因為那邊才有錢 意外的地方沒有錢 還是說商人喜歡什麼 趕快怎樣 讓商人來賣一個作品 所以現在的藝術家其實已經沒有條件 去脫離社會 然後去進行他的創作 所以藝術創作者 要去對抗一個所謂的被收編 或者就是說跟社會進行對抗一個 一個處錯 也就是一件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讓藝術創作者能夠有更大的這個 空間去處理他應該做的創作這件事 那有人說你們做了就會被收編 因為你們是一個工會 所以我說這什麼東西在刺耳 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是什麼東西在刺耳 是藝術創作嗎?還是職業? 因為創作不可能是一個職業 還是說職業是工會 因為那天聽到很多朋友講工會 那工會是什麼東西在刺耳的? 那我們來講工會 因為有些人可以講工會 那工會其實上在 他不是一個政府的組織 他是一個非營利的社群的組織 只是那個組織裡面 因為跟政府有關係 要政府怎樣去接納這個工作 然後才可以有工會 所以等於是一個民間的組織 是藝術家自己的組織 可是介入到政府裡面去怎樣 取得一個位子 而且在工會的運動史上 他其實上次一個跟財團對抗的組織 一個組織、一個組織 所以不要一聽到組織 就覺得組織都是壞的 也不要一聽到工會 就覺得工會通通都是什麼?壞的 或者是說一聽到什麼你要加入工會 你就想會被誰收編掉 加入工會有一些條件還是說有一些什麼? 什麼是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條件可以加入工會呢? 是你要發表還是你要收入 還是你如果你要變成你要加入工會 成為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的意願的時候 是什麼東西要被人家 要作為一個條件來加入工會 那是這個東西再次了嗎? 也就是說沒有條件 我就可以 我應該就可以加入 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嗎? 是什麼東西再次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討論了很久了 希望大家是用一年一個公開發表 也就是說 藝術創作進行發表是非常重要的 自然的一件事情 然後每年要有至少一次的公開發表 讓大家知道說你是在什麼工作 那是公開刺耳嗎?躲在家裡做就好了 不要公開還是發表刺耳呢? 藝術家的發表是不是一定要展覽 因為有人跟我講給小學道理 還是發表是一個所謂的刺耳 就是說發表為什麼一定要發表? 藝術不需要發表 就是躲在家裡就好 那發表是不是就是一個所謂的展覽 如果沒有展覽呢?什麼叫做展覽? 類似相像的事情 比如說當我們組成的這個公會 需要幫藝術家去從被動化為主動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提出來一些 對這個公會的一些詞意 或者是被收編的一些這個懼怕而言 那在這裡面大家去想是藝術創作很刺耳嗎? 還是藝術創作是一個職業很刺耳 還是說藝術工會很刺耳 還是工會本身很刺耳 這個東西都必須要大家不斷地去厘清 才可以知道說為什麼我們會反對這個東西 或者我們不了解獨立做出害怕的東西 那這邊有一個我們工會要做什麼的一個氣氛的問題 以及一些一個旋律的問題 是工會到底要做什麼 還有一些旋律的問題 那這個讓大家去了解說 原來工會要做的事情是這個 不是你碰到工會的時候就嚇得不得了 那我要不要休息一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講這些所有的這個逐步的過程 也來到了藝術創作的職業工會要出現的時候 所以必須解決的問題是藝術家怎麼面對藝術 藝術家怎麼面對藝術創作這樣一個 是我的這個身分跟專業工作的狀態 大眾怎麼面對藝術 大眾怎麼面對有一群人 他們是用藝術創作來作為他主要花費時間 跟精神的一個投注所在的一個群落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除了剛才講的這兩個 還要跟所謂的工作這個定義進行一些突破 以及對職業對職業工會這些事情 都要進行一些突破 才有可能讓藝術創作的職業工會成立 所以他為什麼說在一個文化運動上面呢 我們用工會藝術創作的用工會的途徑來突圍 他是有一種積極的意義的 他在哪一些方面是有一個積極的意義 是不是藝術家只是自己在爭取他自己的權益而已 還是說他其實上有更大的作用 或者說帶領出來一個文化運動的可能性 然後可以跟這幾個面相 我先放 然後我們可以怎樣去大家問問題 第一個 我認為在這個藝術創作者 主工會的這些事情裡面呢 我們去挑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精神活動 跟我們身分認同的一種尊嚴跟尊重 第二個 我們會去挑戰到 所謂的文化的國家 藝術的層次 藝術的人口 這就是藝術家的人口 藝術創作的人口 或者是藝術活動 有很多有這樣的一個相處的關係 那我們剛剛講過對資本主義的一個 一個價值觀的一個很根本的解釋 然後對於工作 對於職業 對於勞工 對於藝術家等等的這些原來在社會上 就是單一的一種畫的一種語式 一種說話的方法 一個名詞的定義 我們去進行擴張 所以我一直覺得藝術創作者的職業工會 他在這個推動的過程裡 並不是像大家所說的 只是藝術家在爭取自己的權益而不是 因為他擴張跟他所撞擊的東西 都有可能在社會上帶領出來一種新的經驗 新的這個與惠 新的結構 新的改變 新的文化運動 最後一個當然就是藝術社群對民主的實踐 藝術社群是不是一個功能 這幾個就是我所提出來的 藝術創作者的職業工會 其實要面對的 或者是要突破的 還有這麼多 並不是那麼單純的 只是一群藝術家來爭取他自己的權益 那可能要結束在我們這個作品的後半段 那這個是我作品的最後一部分 也就是我在尋找我的遠情的人 他尋找藝術去問他自己 也可以說有人講我遠情就是我跟妳 妳好像在面對妳自己 或者是那個遠情的人呢 是妳比較對妳的背影怎樣 我帶妳去回問自己 那其實我做創作的時間也相當很長 那有一個法國的朋友 非常喜愛我們的遠情的人 去作品 因為他覺得我面對了一個 非常根本的藝術問題 所以無論如何 最終我們剛剛所吵 對藝術的一種界定 我們創作的過程 我們是工作呀 是收入呀 是什麼職業呀 是什麼專業呀 是什麼身份認同呀 藝術的社會性啊 其實都已經怎樣 越來越遠 它會回到一個最根本的東西 也就是我們到底是什麼 我們真命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傲意思 是不是有點深遠的意思 所以我要走這個生命之一招 那藝術呢 最初的功德是什麼 我就是說 這個運動 這些事情 這些追溯到最後 是回到我們在追溯 我們的生命的奧秀 為什麼創作 我其實在追尋的是 我為什麼來認同 我為什麼我要走這個生命的意思 也就是藝術最根本 而完全沒有外在的一個 最內裡的文明 所以這個遠情的人呢 他就 他應該讓我們覺得感動 或者是我要注意他 因為他很勇敢去追尋 那下落不明這件事情 他一定要 因為呢 這個好難找 低速好難找 低速他也很難找 所以必定會下落不明 所以我要祝福他 我念一下 這個是我先給遠情的人的一公信 我要祝福他 這個是2010年6月15號時候 我們習慣會念一下 那大家就請我念一下 來了 我靜靜的 淚水有望 祝你旅行快 祝你順利回反 趕回多年前你們來住 這歲月如多通風時一年 最先你曾建立的第二個家已經清空 你應該如我在巴黎 等最後一晚一樣 應該道別的人已經說再見了 該整個行李是鎖盡的行李箱 面對一種寂靜的夜晚 明天即將飛行 巴黎一眾下以為 藍色的天空 預告的是夜 已勝出的深夜 而此次臺北的雨呢 一點點不濕了 看不清楚的日落 明天是班禮節 中國人的夏天高要在來 鄰居庭院的花木 陰影跌入的陡共土 映落在身上的雨水 而你諸位陽台上 僅剩下拍在眼下的酒窗 或是同胖水 遠行總是要與一種絕段 可以說服自己的理由 或者是顯示出來 讓人明白的理由 更好的未來 更大的冒險 更旺的天地 或者是很早的天地 然而就算是真的 如果回家 旅行總是發現 不可告避免告別 才是告別 心理封鎖 好 風來了 雨水 像針一樣帶出草舞 激安 不能上著湯看 更不能回湯看 一點不能 明日 飛來 請發出問題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請發出問題 上面大家手上有一張問題 問題是我出來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 這個問題是不是對大家來講 也是問題 我有一個問題 我發生說來自幾個 他是澳洲的一個 好,你先看看 你問他在 十年代這個 澳洲的一個 理由兩個東西 一根根本有幾個 就是醫師情況的問題 他說這個是最好的 因為醫師交集的原因 就是最好的 他說是 等於 或CAPIT 其實你剛才說 資本是一個異性性化的東西 其實這個資訊 除了今天外面 它說它們當時也用了 商業花園的反對 一致責的反對 因為它們要爭取 我們也主要爭取 這個事情很方便 對 那商業花園 是 是 對 我們也會做這種事情 也就是說工會 它是為藝術家 來爭取他們工作上的權益 所以如果是跟我們的會員 實現合約的話 那我們會有一個關係 或者是說有商人 來侵犯藝術家的資訊 資訊產區 也有一個東西被人家拿去考慮 沒有任何一個讓人成立的話 而如果是我們的會員 當然我們繼續去做工會 工會會激情地贊出來 體格會員來爭取 那應該也會有一個循環 但是我回問的是說 我想問的 我也想知道 就是我們工會 實際上有非常多可以做的事情 藝術家除了在工作上應該有 你在工作的時候 如果受傷了 你應該要有職在 那你退休了 你不能工作的時候 你應該要有退休金 同時你生病了 你應該要有健康的保險 但是呢 像工作場所 包括studio 或是gallery 或者是space 這些這些藝術家應該有的空間 也是我們在工作時候所需要的 那所以工會也會站出來去爭取 應該有一定比例的空間 是作為藝術家可以去使用的 因為空間對我們一個藝術創作者來講 是很大的 budget 上的壓力 因為沒有空間 我們沒有辦法發表我們的東西 那個空間的租金都是不會的 所以這一些相互的東西 都會是工會可以逐步怎樣破章去爭取的 你剛剛講的那個商人 當然很喜歡藝術家 最好是不要這樣來爭取他 你應該有個權利對不對 然後商人會把藝術家 當作是某種附庸豐羊的事情 附庸豐羊的意思就是說 你吃就吃飽了 然後可有可無去娛樂於下 可是對於藝術家來講 對我這樣藝術家來講 那是一個笑話 因為我用了我全部的生命時間在做我的作品 我怎麼叫做可有可有 我可以不吃飯 可以吃少一點的飯 可是我不能不做我的作品 我覺得我每年都會做我的作品 所以他當然希望你就 藝術不要放那麼嚴重嘛 可是藝術的確很嚴重 你看我這個朋友出去都不在乎 他不去找到 我很希望他能夠 但是我也知道 當我一旦往前走 我就沒有回憶了 那一篇最早回到最早的宣言 這是我的宣言的回合 我看有個好笑 到我去 有問題的話就麻煩大家 我剛剛好就變成我一個在訪問 就宣言在這裡 這個是我在幾度工作的時候 我沒有在推動工作的工作的時候 我除了面對藝術家的支持 我也面對大眾 我好像兩個人在打我 這個中文叫父輩中文 我這裡有幾人 這裡有一個人 我就被夾成病 那這個時候能夠支持我的 就是我對藝術創作的一個情緒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 我沒有辦法怎麼樣 或者說我不願意卸下你這個單位 那天聽說剛才那個阿峰也告訴我說 有人講到那個石頭推石具有何時 那我很喜歡敘述 我是一個很喜歡講故事的人 我認為那個這種所謂的命題 命題就是真命會給你一個命題 真命的命題就是我們一出生 然後就朝著死亡怎樣走去 所以這個命題是根本是個荒謬的命題 就是無意義的 既然出生就會死 那我走這段路要幹什麼 所以你要把這段路走得很好的時候 這個命題會被影響過 再來一次 頭出生上死亡是一個很笨的命題 是一個無意義的命題 可是當你把這段路走得很好 你就把這個命題超越過去 那個推石的巨人啊 就叫Sysic這個 他被天神呢 讓他得對天神 天神說好啊 不過我去推石頭 因為他的巨人喔 很遠 很有力量 石頭很大 推到山頂以後經過怎樣 物理的原理大家知道吧 因為石頭也有什麼樣子 好是不是跟生命的命題是一樣的 推石 推推推推 推到上面又滾下來 有什麼意義嗎 你做就幹嘛 沒有收入啊 也沒有那個成果啊 你做就幹嘛 推石巨人的這個命題呢 他怎麼轉變 他說雖然這是一個荒謬的命題 但是當我每一天用盡我的力量 把這個石頭推到山上的時候 我已經完成了我的該做的事情 我完成了我生命的意義了 至於石頭會不會掉下來 那是他的事情 所以這個命題都被打破 所以很好 這藝術是什麼 我剛剛講藝術呢 有些商人說藝術是可有可無的 我說 創作啊是什麼 他呢既不優雅也不甜美 沒有辦法醫治也無從於樂 只能致命 但是我可以說什麼 可是我還是會被疑惑 因為這是我生命的問題 所以好 那這個問題的第一個是 香港的藝術家目前有哪些權益 比較一般的職業工作呢 你們覺得 因為我剛剛講的是台灣嘛 有很多人講說 那香港的藝術家跟台灣的狀況不一樣 所以我問了幾個問題都是有關於前面 他們說 香港的藝術家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 香港的藝術家目前有哪些權益 就是比一般的工作的人 或者是說 比如有工作的人 或者說正在從事什麼事情的人 他們是有哪些權益的 可以告訴我嗎 有沒有 有沒有有哪些權益 什麼叫做權益 就是說 你是做藝術創作 所以你會怎樣怎樣 有沒有 沒有嗎 有嗎 沒有 會拿到政府的阻塑還是會 有沒有什麼樣的權益 是現在目前的藝術家 覺得香港的藝術家有哪些權益的 那香港藝術家是如何來實踐他的創作 就是如果你要做創作的 你基本上我們是藝術家 是我的兒子是藝術家 是啊 那我兒子在念 他因為回到 他是在美國念書 然後回到香港 他就在兩家人去工作 那其實基本上 我是台灣人 我是在香港市集中的 那我覺得他們就像 就像普通的人一樣 他也是可以去看醫院 因為也是公民 所以一個朋友 那他因為有兩家公司做 那他就在這兩家公司的時候 做了三業化 他們也有外國人的 他一家是外國人 那是中國人的 那所以我覺得他們就是自己去爭執 自己的爭執 當然我照其中一家公司跟政府深信 那其他呢 這邊有香港藝術家 完仔 完師母 你們在就是藝術 目前香港藝術家有什麼權益 單身時間轉發 男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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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距離 那可是 可是如果你的彈性時間是 比如說人家的這個 人家這個工作是從五點 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 可能八個小時 那你的彈性可能從這個 下午一點到隔天的一點 可能十二個小時 那你覺得是叫權益嗎 他不要過那麼長 你要過那麼長 這是權益嗎 還好 然後還有沒有 還有什麼權益 是你的工作 是你的工作方式 給人家比較 是不是權益文章 其實 從 報道路學妹來講 就是 香港藝術家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權益 就是他直接可以去投票 那個二項門沒有那個 統統 但是我們 大概都 就這樣 兩票 兩票 喔 又加了兩票 對 我們 我們所謂的藍術 那其他的行業是幾票 如果是政府的話 政府官員也是幾票 我剛才你說的他的功能 功能的 這個藍術 所以香港藝術家有兩票 投什麼都一兩票 那別人呢 別人是幾票 像你跟妳是幾票 幾票 藝術家是兩票 所以香港藝術家有兩票 不是啦 有些沒有一票 你可以選這個 普通的立委 對不對 立委 可以選 對 永久立委 但是我們在有 那總共的立委是多少 有一般的立委 是 代表 代表 一些職業 譬如說醫生 醫生 醫生 醫生有一票 可以選 代表 這樣 因為我們 那個所謂 好像台灣 那種 拉 沒有那個 是他的拉 立委 立委 有普通的立委 跟一種是 專業 專業 是對應不同的工作 但是我們 所謂的藝術 創作 只是他放在哪個工作 專業 就是 文化人 出版 跟運動 是同一個專業的 所以我們所謂的兩票 就是 作為一個普通的人 做一種專業 我們也要有另外一票 那是不是每一個專業都是這樣 比如說我是醫生 我也可以重新的 然後專業 那這樣也不算權益 糟糕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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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不是 那 那 不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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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鐙 填 正 所以我們看到後面在59%的好人 就是沒有影響到 有機會再說一次 我們再說大致講 就是有一個分別 香港有些朋友也想做一工會 但是就是沒有集中 就是一個作品的不同 就是王偉爺是想要在北京剪出這個東西 他本來就是想要展出一個想像 就是香港有意識在公開的想像 但是他的意思是說 那個意思在就是這個作品的時候 他問過一些關卡 然後說是不要學徒可以學職業 然後等得二得恩就是 因為你是不是不原始 所以他就停在哪裡 這個非常好 那我們就看到上面的問題 你們看到公會是什麼 公會是政府組織 不是 在台灣不是 然後公會跟協會 協會就是公會跟協會不一樣 公會可以幫工作人加入公會的人 取得應該有的職業上面的保險 但是協會沒有 那職業公會跟產業公會也不一樣 職業公會是以職業為主要的聚合 產業是公司 好 然後職業公會要保當什麼 就是你剛剛所講的 如果你沒有被人家僱用 如果你是自己在做創作 這一種人不會有職業的保險 因為僱主僱用你的人會幫你自己保險 對不對 可是你沒有被人家僱用 那同時你自己在做 這一種人在台灣 就是藝術家常常有的一種工作狀態 這種人要透過職業公會 來進行他們職業上面應該的工作 你沒有辦法去靠部主 因為沒有人不理嗎 就是自由的工作者 就是說沒有一定部主自己在從事的人 這些人在台灣要取得工作上面的 這個應該有的權益跟保護的時候 必須要透過職業公會 那我們成立的就是職業公會 那必須要從事這個職業 也就是以藝術創作為他的職業 可以了解嗎 所以職業公會在某個程度上面 是在幫助藝術創作這種很自由的狀態 沒有部主的狀態 是自己在從事的狀態的 這種工作狀行事的人 可以了解嗎 然後呢 所以如果你要加入職業公會 你必須要正在做那件事情 所以他會形成說 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的 我想問在台灣 是誰那人開始去唱班工會的 就是他開始來 我們之前並沒有這樣 對我們通常藝術家呢就是被認為是沒有無業 也沒有在工作 你跟隨正派做什麼事 跟我一起做的人呢 段段續續 因為我們有那麼多的討論會 但是核心的人不超過十幾位吧 但是持續做的呢 我怕還是少數少數的 你們在這邊看到的就是一個比較的持續的人 但是我們現在有57位的創作者 實在是我們的會員 那這些會員呢 都要是有長期的 因為我們會請他們給我們一個創作的努力 然後呢 他們去年有完整的發表的人才可以加入這個工作 但是好玩的時間 我常常遇到一個人寫信和我說 我藝術創作我只是我們業餘的工作 我可不可以參加你們職業公開 或者是說我去年並沒有發表 可不可以參加你們公開 還是不行 然後呢 政府更荒謬 昨天接到的電話 前天接到的電話 說你們在哪裡工作 我要看你們工作的狀況 你們是不是都在你們辦公室裡 你們辦公室在哪裡 我要去看你們有沒有時機 在做你們的藝術創作 諸多的問題 就是工會的確是一個突破 他必須要打破很多東西 改變我們的觀念 才可能形成這個故事 那我2009年4月開始 我們是2011年的2月時間號 所以總共至少兩人的時間 我都是一步一步的在這個過程 那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你的在整個工會的 叫做證章的內容 是有沒有從一個所謂工人的工會 去做一個參考 哦 有沒有一起工人工會 做一個參考 我們的張誠 張誠之道祖師張誠呢 是由一個工會的版本 可是我們透過太多的討論 太過人問了 為什麼要有條件就是 入會的一個規定是什麼 然後會員的權益是什麼 然後你要怎麼組織 我們有一個新的組織方法 新的組織方法是這樣子 一般工會的組織方法就是選出來 比如選出來康王燈 然後我就再去找你 我是理事長 然後你就是理事長 然後你就是理事長 那我覺得這樣子會因為這個人 如果他很忙 或者是他小孩都不一樣 他就不能夠貫徹你的 來組織工會的你的目標了 所以我們的方式是這樣 如果你不是會員 就可以在我們每一年 會開一次的會員大會 那大家都會提出來 請你大家提出來 那一年要做的工作是什麼 你們都可以提出來 然後提出來以後 就在大會上要有投票 看你們覺得哪一些工作 是你們想要在那一年裡面做的 那最高票的三個工作 就是我們那一年主要的目標 那你應該要有三個主要工作是什麼 對 第一個工作就是 我們工會的整個的這個目標的事情 工會如何深屬 除了該體一樣 讓公會可以有一個方式 就是在經濟上面 能夠處理第一個工作 第二個工作就是 最基礎的會員的服務 譬如說勞健保 譬如說我們那時候 我們剛剛大家看到 我們教授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平台的部分 就是我們藝術家資源的一個 互相的平台的這個事項 那還有一項就是智慧財產權 跟智慧財產權 你的爭取跟所謂的稅務 我們比較要報稅 你的稅務的問題 這一些在我看起來是比較基礎的一些 而是服務性也是很基本的一些工作 那選出來這三樣工作 因為最初你們提出工作的時候 下面會寫過 要不要認這個工作 我想要做這個工作 或是不想要做這個工作 那如果我想要做我就寫在下面 那所以選出來這三樣工作 下面的這些工作的人 任的這些工作的人 就變成我們的理事會前的 理事會工作的這個組織 所以這樣的公平 對不對 每個會員都可以提出來 然後要經過所有人的服役 然後之後任養那個工作 任養就是我想要做嘛 我不是被人家指派 是吧 那就會變成一個工作理事會 這樣子 用這種方式來議事 那我們這個組織方法送上去的時候 我們那個臺北市道公平說 欸 我的藝術家沒有創意喔 所以這個組織的方式也是可以怎樣 有一個只要不超過他能接受的範圍 他都接受了 是吧 所以這是有一些變化 我們是有一些 所以我剛才講說 藝術家或者是說 我們做的整個的公會的運動 我們的目的都在怎樣 都在撞擊一個既有的意識狀態 也希望改變我們對很多 既有的一個事情的認知的方式 所以藝術家並不是很自私的 他希望能夠透過這件事情 影響到更多的人去思考 什麼是一個抽象的工作 就是不見得具體看得到 什麼是工作 什麼是藝術 藝術重不重要 藝術跟我們的身體有什麼關係 那如果一個人 一個群體站出來爭取他的權益 是不是天經地義理直氣壯 是不是一種尊嚴 這都是很重要 然後政府的體制就是 像一些舊鞋子 你腳穿不進去 所以要趕一趕那個鞋子 像是那個腳穿不進去 對政府來講也是很驚訝 很驚訝 他們也從來沒有去進入很多 我在這個繼續以後的工作以後 跟公會的跟政府黨交交 一定還會遇到更多嚇死人的事情 是都要慢慢的 組一的取割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你的捷克公會 我很好奇是 剛才你做很多問題 就是問很多問題 是不是技術等等 然後我回想 其實什麼人才有這個捷克 去入捷克公會 對你們覺得咧 什麼樣的人有資格 就是因為你剛剛受的委員 是哪 哪 哪 我剛剛的條件是 每一年 一年有一次公開的發展 在他的專業上 比如說我是電影 我是在我的專業上 有一次被捏 有一次公開的發展 那這個也寫在條件 就是勞委會答應的整個條件下面 那這個是經過很長期的跟勞委會的談判 因為勞委會的談判第一句話 我問我說你有沒有收入 我說我付其他人收入 他就說沒有收入就是沒有在工作 然後再又跑來問我 因為我們有壓力進去跟他 然後我說你真的跟我講 什麼叫藝術創作 我在這邊跟他講了至少兩個小時 講完了以後他說 雖然他不見得完全認同我所說的 可是他終於對藝術創作有一點了解 所以我們的加入 我們藝術家的這個身分的狀態 不是用收入來做 是用你有沒有一個成果的讓大家知道 睡覺公開就是你沒有讓大家知道 也來看到你的作品 對你也可以產生批判批評 然後你也去把你的作品去面對 那麼多的專業的評價 那大概是這樣 那有人說那萬一我一年沒辦法發表呢 這個問題很簡單 因為劇場的朋友都知道 我要完成這個劇 也許沒有辦法一年 也許兩年之後 也許三年之後 可是我中間會有一些小的常識 獨具 小的這個組合的演出 讓大家知道我正在做那個作品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是藝術家自己組成的工會 我們當然去了解藝術創作者 到底怎麼樣創作 我們不會拿一個石頭來打我自己的手 對吧 我們跟他爭取的時候 會根據我怎麼樣在創作過程裡面的一個需要 跟一個方式 跟他們取得更好的這個相互的了解 是不是 所以呢 就這樣 他們終於答應了 所以我們已經成功了成年了 讓我超過一下 這是在2010年的12月26號 我們終於可以讓國家單位 承認我們是一個工作的項目 職業的項目 第505項目 所以我們的台灣工作很多耶 幾百項目 我們是第505項目 然後工會成立是2011年的2月29號 那我們的藝術的範圍 我剛剛邀請很多嘛 我剛剛念了一個對於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然後建築、電影、文學 跟原創服裝、原創設計 可是最後呢 都他們覺得藝術的範圍不可以那麼大 就是我們最後折衝的結果 是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藝術類策展評論是屬於 這藝術創作的跟藝術的範圍 所以還算可以勉強接受 那服裝就原創服裝 後補就原創服裝 就沒有辦法納貨 但是也不用太擔心 是因為我們國家很早很早以前 就已經有演藝人員共會 像那種明星早就已經有公會了 是什麼人不被注意 動頭腦這些創作人 不被注意 因為他看不到 我都會把你把它拉開了 是吧 所以這種人呢 是最最最最沒有權益的 所以我們是藝術創作的這一組 那文學的部分也已經有在 他們有一個是關於文學跟詩歌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文學又被提出去了 那你說文學是不是屬於 詩歌藝術或者表演藝術或者詩或藝術 當然是 但是他們已經有公會 所以就分別在各個不同的地方去進行 他們應該有權益的爭取 但是我們爭取的是這個創作 創作成這樣一個狀態的這一組 比如說導演故事 比如編曲故事 那如果你是只是做一個手工藝的 這種 copy 或故事 那就當然無實 臺灣的藝術公會的會文 他們的參與是怎樣 是不是你們是多個會文 會 他們會繼續有的 其實很吊詭 就是說我們因為有一個聯書 就R-CREATE-US那個有說 上面很多人上來說 我可以加入你們的公會嗎? 我要準備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不是藝術家的人 他們好想加入 很多是藝術家的人 他們覺得怎麼樣 這是我的自意 所以不是一個工作 所以這是在那個意識狀態上面 還需要很多的努力 但是我不認為它不會擴張 我相信會有更多的人 加入這件事 加入這件事 因為藝術的確是一個很幸福的 藝術創作 的確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所以我們要看重我們自己 我們也希望所有大眾都能夠認識我們 不是把我們當任期人 你跟他講我是藝術創作 我是藝術家 他說什麼? 什麼?再說一次 藝術家是什麼? 我希望不要再這樣奉諾了 或者父母親不要再跟我們講說 明明我們在做藝術創作很辛苦 頭髮都要完 他說你跟我去找個工作者 尤其自己無所思事 希望要再講 比如說我們去瞭解我們自己的價值 跟我們主要來完成我們的生命的這條路 即使去思事 總有有這群人 不知道你知道 現在在深圳有藝術叫做上市 你可以上市 他說上市公平的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買他的 A piece of 他的 art A piece of 他的什麼東西 在深圳現在剛開始 去年年底的時候 在深圳 深圳的交易品牌叫股票 他們變成一個股票交易品牌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我也覺得 那我們這個創作 我們因為是藝術家組成的這個工會的主持 我們有一個目標也是希望能夠維持 或者是說去注意到 或者是去努力藝術的多元性 最前衛的最傳統 我們都要讓他們做好好的 不要只有市場的才能活 還有市場的都去一律食料 是不行的 那這個很重要 還有他的自主性 如果你的作品你不喜歡那就算了 不要強迫我的作品一定要讓你們喜歡 是吧 你要跟我講說你沒有觀眾 所以你就不要再演了 你沒有觀眾還是要演了 就像范國我生前並沒有賣不畫 他能不畫嗎 他不畫他現在一百年之後 是不是還在替荷蘭這個國家賺錢呢 所以一定要維持這種東西 這個是工會也是一個最重要的目標 所以我個人是 雖然今年的工會沒有選到這樣的議題 可是我還是會進去揮動 有關於像這樣子很根本的 藝術的多元性的這個議題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藝術的活動 都交給商人去執行 這個是不好的事情 我們叫OTOT或者是發包發包 這個是對藝術創作是不好 那你是不是有其他的一種 跟藝術家合作的方法 就是政府單位跟藝術家合作的方法 有沒有另外的工作模式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可以維持立體的多元性 跟它的自由度 不是看你的市場如何 就是我想問一下就是 就是去到收入的部分 因為可能也會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會員幫一些商人 財團做了一個作品 但是很久很久也沒收到錢 或者那種情況 就是很影響生存狀態的 那種情況 那你們會怎樣做 就是幫他們爭取這個音樂的選擇 我們現在真的是 你看像這樣的問題 它就會不斷地冒出來對吧 所以我們需要 我們希望以後都會要聘請所謂的 有關於智慧財產局跟這個藝術相關的免費的 很容易的 比如說我們詩請的這個綠手 來或者是跟有機會跟會計師 或者是其他智慧財產局的官員 來進行這個系列的座談 讓會員讓藝術家可以多方面的去了解 到底我們的機制是怎麼樣運作這些事情 那我們如何能夠明白自己的權益 如何能夠保護自己的權益 這是應該的 這是天經地義 一點都不覺得要這個藏起來 必須面對的問題 所以呢 有成立的必要嗎 我還沒問完你們的問題 你們都沒有回答我 香港的藝術家權益由誰來爭取 誰 哪一個單位幫你們爭取 那沒有的話要怎麼辦 那藝術有沒有 藝術家有沒有權益要爭取 像剛剛他就有講的話 然後呢 藝術家的權益不重要 誰的權益比較重要 然後或者是說 根本沒有權益 這幾個問題我覺得 香港的朋友要去 有沒有需要回答我吧 我覺得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在台灣的話 我們也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他就是下面的 下面是因為我在 從4月1號來歷以後呢 我一直覺得香港的藝術家 好像很怕組織 他們不喜歡有一種東西 那所以我就想到 組織可不可能有一種創意 是不是我們一想到組織 做新的組織 我覺得可能藝術家 我覺得就是 好像公會是一個 Stereotype的東西 所以也香港的藝術家 可能會有大小的這個組織 那為什麼香港的藝術家 就是要不要講一下 為什麼香港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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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是我之前在這個 留團工作 就是有些 香港的一些 調書家 那 過去十年來 他們就是用藝術方式來 讓某一個藝術外 但都起的 就是 就90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 調書家叫文柔 他就對很多路 調書裡的工作 還有 他有一個 調書家 學會 調書家 會 調書家 這變成文牛他自己去拿著協會 後面有一些雕書家 他就去拿這個金庫的利益 最後文牛現在在北京當官 好 那個雕書家怎麼辦呢 雕書家又再聯起來 又是用哪一種方法跟我說 現在金庫有很多錢 有很多錢要給天馬拉 還有什麼公園 還有市團區議會 還有藝術家要詐欺文建聯 因為你詐欺這個政黨 你跟這個政黨有些關係 你借一下 就變成…如果你在… 就是玉書家是不是要聯起來 那玉書家對… 有些東西要不好的… 對… 就是我昨天就是那個… 什麼… 那些藝術家 對…那些藝術家 有其他的機會 但是我想就是公園這種事情 你是不是… 什麼人參加 哪個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參加人裡面 其實你… 我是為這個… 野界… 其他人的利益 是你很… 很愛這個… 藝術… 很浪土 但是…對… 藝術家就是… 剛才也要說 依據不為能的展開 要保護他… 解放人的話 也就是… 才… 才有這個… 空會的事情來… 保護… 其實… 人權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我覺得… 因為之前也有人… 台灣也有很多的人 在努力進行這個… 藝術家認證 就是怎麼樣他是藝術家 所以他們想了很多的方法 來評量這個人 怎麼樣他是… 有什麼條件 他會是藝術家 那最後失敗了 他們只留下了一個… 弓箭單位 我認為呢 藝術家自己站起來 爭取他的權益這件事情 他的意義不一樣 所謂的… 所謂藝術家 對他自己工作的一種認同 以及他… 對他自己工作尊嚴的這些處理 都會勝過你 只是要拿到那些…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所以我們會成功 那邊會留下了一些… 對的理解 這裡… 這一個運動當中 這個文化的… 剛講國會運動 我們變成一個文化運動 這裡面的核心 都拉著緊緊的是… 一個人對他自己的身分 對他自己的生命意義的尋求 這個是… 這個才有可能拉住所有人 來更懂一個… 跟我們這麼有關係的… 是… 一定他的結合一定不會只是利益上面結合 利益上面結合一旦利益沒有了 那最後就是完蛋了 可是如果是生命的一個很基本的人結 那我想做的可能性會比較差 也會動 有問題 就是… 業人是整個利益嗎? 就算是不是他有兩回工作 或者三回工作有其中一份是 在藝術創作的做… 其實我覺得你要怎麼去想 什麼叫做業餘 這個如果你是藝術創作者的話 你要去想什麼叫做業餘的事情 那業餘我一般對業餘的想法就是 他… 他主要的這個工作的 或者他自己用生命的時間 不再多看來 是業餘一般的 那如果你有兩三份的工作 那你的工作狀態 你以哪一個為主? 然後你的… 你做出來 就是說你的成果 或是你的這個… 所謂對那件事情的從路 是怎麼樣的有體力關係的重要性 那我想是用你的成果 然後去做一個品牌 他不是從外面 還是從裡面 所以藝術創作 什麼是你的職業 那如果它是你的職業的時候 什麼是你… 什麼叫做你的品牌 你要交代什麼資訊 就比如說我剛剛講藝術 你要作為藝術家 他最大的使命是 你要對藝術人生 來進行復勢的工作 那這個的話 需要問你 你有沒有這麼認真去看看 你怎麼樣面對這樣的一個面對 他是說 藝術家可以留下 然後我今天有名 為什麼有藝術家 無所謂 前一陣子有一個書 叫工作工作 它裡面其實就是腳步 我看到別人的工作 比如說一個只是把電線 有一個電力要輸送 電力要從這邊輸送到那裡 不是用說架那個鐵 電線連結的鐵塔 電路鐵塔的工作 那我看到那個文學家去描述這個工作 我心裡其實非常的難用 我認為一個能夠稱為是 你把你的工作時間 你的生命時間都投入的事情 必定是很怎樣 很不平凡的 那如果你要把你的生命時間 都放在藝術上 讓你的藝術上做作品有什麼不平凡 這就是不需要去面對 對不對 不是一個空話 完了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